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趴着的时候一般两个月的时候可能就能够抬起头来了 三个月的时候趴着的时候他能翻身 趴着的时候他能翻身 他几个月的时候大约就能够坐起来了呢 五六个月 什么时候就能够爬了呢 七个月 大约七个月的时候就能爬了 什么时候他就能够站起来 大约得到十一二个月就能够 十个月十一个月能站起来 什么时候走呢 一岁左右就开始走了 这以后发展心理学你们都会学的 这必须通过什么 通过观察来的 这就是通过观察来的 所以通过观察 得到了许多有意义的一种结果 心理学上 特别是儿童心理学 得到了很多有意义的发现和结果 然后大家再看 他不光用在观察人 大家看这个人你知道吗 这是英国非常有名的科学家 叫做珍妮古道尔 那么这是英国的一个动物学家 动物学家 那么一生的研究 献给了科学的研究的事业 你看他怎么样呢 二十多岁 二十多岁就只身一人来到什么 非洲的原始大森林里面 对动物 特别是对这种黑猩猩这种动物 进行了什么呀 进行了观察 观察时间多达多少年呢 三十多年呢 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 对这个动物进行观察呀 二十多岁就一个人跑到大森林里面 去研究动物去了 咱们想想 咱们二十多岁 有些女生见到一个小虫子 很害怕 见一摸摸虫 吓得不得了是吧 人家二十多岁 跑到非洲大原始森林里面 进行科学研究 进行观察去了 对吧 坚持了三十多年呢 但那种条件非常艰苦啊 所以有的时候你想想 你要接触大黑 这个接触黑猩猩 它让你接触吗 它刚开始不让你接触啊 所以这个人怎么样啊 哎呦 要模仿黑猩猩什么 用手走路啊 模仿黑猩猩什么 叫声啊 哎呦 就这样那个摸爬滚达的最后 跟这个黑猩猩怎么样呢 交成好朋友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当他在的时候 跟什么 跟不在的时候 没啥区别了 黑猩猩该在什么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这不就能够干什么 能好的进行观察了吗 对吧 能很好的进行观察了呀 结果你看 他就发现了很多 这个这个黑猩猩 他的一个生活的习性 你比如说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 谁是会制造工具的 我们什么 人是不是会 唯一使用工具的这个动物啊 但是不对的 对吧 你看 他发现什么 黑猩猩也会使用工具 会使用工具 他会怎么样 比如吃这个蚂蚁 他会怎么办呢 哎 他会拿这个树枝 细的树枝 插入这个白 蚂蚁的这个窝当中 然后把白蚂蚁给粘出来吃掉啊 你看这是不是会制造使用工具了呀 对吧 他也会这个使用工具 那以前认为只有我们人 然后他还发现什么呢 原来也认为 只有我们人才有情感 黑猩猩有情感吗 也有情感的 但是现在有一些树上 还认为什么 只有我们人有情感 你看黑猩猩 他也认为 黑猩猩也有情感的 所以他观察到了 母子间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爱的情景 观察到了在雨中什么 这个雨中跳舞的这种欢乐的情景 还观察到了上下级之间 这种制服和敌手之间的仇恨的情景 还观察到了一只四岁的这个黑猩猩 虐杀了几乎全部心生行性的这种疯狂的情景 你想想 对吧 这就说明猩猩这个动物 它也有什么情感的东西 对吧 所以大家看 这是不是通过什么 观察得到的吧 这就是通过观察得到的 对吧 所以我们说观察法 它不光用于观察我们人 也可以用来观察动物 刚才我们谈到了 这个有关观察法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我们知道了 这个观察法 就是它在自然的条件下 对吧 然后呢 对表现出人的这个心理行为的一些 心理的特点的行为 进行直接的观察 那么它主要强调是在自然的条件下 进行的 对吧 这个自然是相对我们在实验室啊 或者说人为创立的情境 这种条件下来说的 那为了使大家更好的 这个了解这个方法呢 我们下面呢 更直观的啊 看一看心理学 是怎么样进行 运用这种 这种 观察的方法进行研究的 那么我放一段 这个小的一个视频啊 在放这个小的视频之前呢 我先问大家 我先告诉大家 这个研究 它要研究什么呢 它就要研究啊 比如说咱们少男少女 他在见到这种 比如说一个少女 见到非常英俊潇洒的男老师的时候 这什么反应啊 这什么样的反应啊 在公众场合下的反应 跟老师不在的私下的场合 反应一样吗 不一样是吧 大家有对经验是吧 同样 同样 咱们少男 少男啊 见到这种美丽大方的女老师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公众情况下 公众场合的反应 跟私下场合反应一样不一样呢 少男跟少女 他的反应一样不一样呢 一样不一样 就是说在私下的场合 少男跟少女 他的反应一样不一样呢 不一样 你看看一样不一样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段视频呢 就是来自这个 金巴多普通 金巴多有一个探索心理学 探索心理学的一个系列 大家呢也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网上就能搜到 我们节选一小部分啊 这甭管的 然后你看这就开始了啊 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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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说一些判断的 据作专业的做法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通过一些小学生 女孩 当他们的新闻 跟许一小学生 的对 对 影响一个 的电视频 电视频 Candid Camera 对 彼女的心理学生 对对 主持人的 的 专门 他在门 门 我看 其他女孩 想要在我的 学生 我 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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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如果最後的解釋是正確,我們應該會看到不同的行動從一群男生的男生的一群男生 我們看看,如果我們會再次重複的情況用男生的一群男生的一群男生的一群男生 中間,我身上是女生,我本身上學了社交學士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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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乒乓球是小的时候 打的时候打得好 还是大了再练打得好 这都是关键期的问题 关键期就是说 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可能在这个阶段 你学习某种知识 学习某种技能 发展某种能力 它就特别容易特别快 过了这段时间 那就慢下来了 就不容易掌握了 这就叫关键期 这样的话 语言的习得 语言的获得有没有关键期 这个是有很大的争论的 但是呢 有许多人认为 语言习得是有关键期的 也就是说 你过了一定的时间 你如果没有习得 我们人类的语言 再学语言的话 那是相当难了 相当难了 就像我们学二语是不是 什么时候学二语 你什么时候学英语 什么时候学的英语 所以你看 他那个咱们说母语吧 不说二语了 这个母语的话 你比如说有人认为 什么关键期在哪呢 有人认为 当然这个观点不一样 有人认为 关键期很重要 就是五岁之前 五岁之前 就是如果你五岁之前 还没有掌握 没有吸得我们人类语言的话 那五岁之后 再开始接触人类语言 那学语言会怎么样 特别难 特别难 但是如果你五岁之前 你生下来 就接触我们人类的语言的话 你自然而然就会了 就会了 但是你过了五岁 当然有人认为 可能十岁 这个就争论 但是有人认为五岁 对吧 那么是不是五岁之后 再学语言 就学起来 就比我们出生下来 就难了呢 你怎么做研究啊 你要做这个研究 我现在要做一个实验研究 那很好做啊 怎么做实验研究啊 把一组孩子生下来 放在一个人类 自然生活的环境当中 把另一组孩子干什么 生下来就与世隔绝 对吧 不让他跟我们人类语言 语言这个环境接触 把他给养到一个小孤岛上去 或者说给他养到一个 跟我们人类不接触的 这样一个环境去养五岁 养到五岁之后 再放到我们人类 这个环境当中 你看看他学语言怎么样 是不是就可以研究这个东西啊 语言过了五岁之后 是不是学起来就慢 是不是可以这样 是可以这样 你想想我做实验室设计 是不是可以这样设计啊 对 大家说的是 肯定是不能这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做控制性理研究 真的是可以这样 就是说 我 我可以选两组卑士 一个是自然条件下 另外一个干什么 剥夺他人类生活这个环境 剥夺这种语言的环境 将来我就可以研究出来 到底语言的希德 又没有关键期了 但是你这样做行吗 不行的 不行的 因为什么呢 违反了社会伦理道德 谁家孩子生下来 让你这样剥夺 那什么这样 一股孩子 你给剥夺掉他生活的环境 那将来会对这股孩子造成 身心造成很大的影响 甚至不可挽回的影响 所以这样研究是违反社会伦理道德 你就不能做 所以很多情况下 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东西 尽管研究有价值 我们也不能做一个实验研究 又是有时候只能怎么样 观察 观察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当然这种观察的方法 大家看它的优点 就是说 保持心理的自然性 结果是比较真实的 因为这个结果 它是在一种自然的条件下 展示出来的 所以得到的观察结果 往往是比较真实的 是比较真实的 对吧 因为我没有创始的条件 这个它观察的也是在自然条件下得到的 所以结果是比较真实的 这是它的优点 但是它的缺点也不少 它的缺点真的 真的啊 这种缺点也是不少的 首先表现在哪呢 你比如说 第一个结果 你研究的结果 有时候难以检验 你观察 你不可能观察的时候 有的时候那个条件一模一样 有可能你观察的条件变了 你观察的结果就变了 对吧 所以它得到的结果 有的时候难以完全一模一样的重复出来的 因为那个条件的话 你不可能你观察的条件跟它观察条件 不可能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那条件有可能变了之后 你原来得到的观察的结果 就难以检验或者说重复出来了 而科学研究 如果你这个结论是真实是真理的话 一定要干什么 一定能够被编重复出来 如果你重复不出来的东西 像理科那个 它非常客观的 它重复不来 大家又怀疑你什么 你可能是编的伪造的数据 对吧 你比如说你发展了一篇 物理学啊 生物学的那个那个 科学方面一种论文 大家都重复都重复 谁也重复不出来 有可能就是什么 你编导的数据 对吧 所以科学研究呢 它讲究可验证性 可重复的 而这个观察法 这点就不太好 对吧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受研究者 主观因素影响比较大 容易产生观察者偏见 什么意思呢 大家想想 同样的一个情境 你去观察 他去观察 可能得到的结果就怎么样 不一样的呀 那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大家想 以后我们讲记忆的时候啊 你会知道的呀 我们记东西的时候 你记东西的时候 并不是说原来输入什么 到你人脑当中 存储的时候也是什么样子 他往往你输入的时候 要经过你头脑当中 大脑当中 也有的知识的什么 再次的整合 再次的加工 你要利用过去经验的东西 对你当前输入的信息干什么 整合加工呢 那观察法也一样啊 你看到的东西 我看到的东西 他看到的东西 他要用什么 每个人不同的经验 去加工看到的东西 那有可能得出来的结果 人跟人之间就有什么 就有差异了 就有差异了 对吧 就跟我们这个举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 这是记忆应该讲的东西 比如说 同样一个人举行记者发布会 不同的记者 来写这个记者发布会的时候 大家想想 这不同的记者 写出来的一模一样吗 不可能一模一样 因为每个记者 可能都是按照他的理解 他的思路怎么样来写的 所以报道出来的东西 可能就不一样了 观察法也一样了 对吧 你观察者这种主观的因素 影响比较大 那受知识经验的影响 有可能观察的 结果就不是一样的 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 你观察得到的东西 不能得出确切的因果关系来 因果关系 不能得出确切的因果关系来 就像我们刚才讲 看那个少男少女 那个片子似的 那么 当这个漂亮的教师 出去之后 男孩女孩都会表现出什么 有兴奋 有什么 激动 都会表现出这种行为 情绪的表情的一些特点来 那我问你 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他们为什么见到女老师 男老师那么兴奋 那么激动啊 什么原因啊 有可能有好多原因 有可能好多原因 比如对新课程的期望 对吧 对 不是是吧 看来对不对 那可能就是什么 让进八多的 那可能就是引起了这种 性的唤醒 引起这种生理反应 或者是什么反应 使他那么激动 所以你真的得到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你没法确定的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通过观察法 是不能够得到这种 确切的因果关系的 比如说 有研究发现 或者说我通过观察发现 看电视时间越长 学习成绩越长 结果我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看电视时间长 导致学习成绩差 你同意吗 我同意 真的 我观察一下 这个很多学生啊 看电视的那个长的学生啊 他学习成绩都不好 然后我就认为 什么导致他学习成绩不好呢 他看电视时间太长了 导致他学习成绩不好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这确实他看电视导致的嘛 你说这有可能是他唯一的原因吗 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你反问了 为什么他看电视时间长 对 有可能是他不喜欢学习 或者学习动机不强 他不喜欢学习啊 所以可能真正他不喜欢学习 对吧 学习动机不强 才可能是真正导致他 学习成绩差的原因 所以我现在看电视频 所以我现在看电视频 我发现什么你可以认为